HELLO 大家好,我是Archer 然後這個禮拜我們接著要來介紹練曲LA的副歌的部分 然後其實不知道大家上禮拜練習的狀況如何 因為其實這次的副歌總共用到的六個和弦 其中只有一個是新同學而已 其他都是我們之前就已經碰過的和弦 所以如果說之前有好好練習的話 其實這個禮拜的進入應該會覺得非常簡單才是 那我現在就先來示範一次我們這次練曲LA的副歌的部分 這禮拜的進度喔 好的,以上就是我們這禮拜主要的進度OK 所以其實大家會發現左手的部分 左手用的和弦跟右手的指法 其實都跟上個禮拜的主歌的部分其實蠻相像的對不對 OK,所以我先介紹一下這次副歌的部分會用到的和弦主要有哪些 第一個,EA的九和弦 OK,這個和弦已經是出現了第三個禮拜了 從前奏的時候就已經有出現這個和弦 EA的九和弦 OK 再來第二個和弦 也就是這禮拜唯一的一個新朋友 之前都沒有出現過的 我們叫做 深G-Mind7 OK,我們有很多種按法 第一個按法我們可以用 食指把第四格全部封起來 然後記得這個時候的第五弦是不能彈的 如果你要完整彈的話 我們可以把無名指放在第... 第... 格 OK 在第五弦的第... 不過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第五弦沒有彈到 所以其實是可以不用按的 OK 因為沒有彈到 所以可以不用按 不過也代表說 他第五弦不能發出聲音喔 OK 所以第一個按法是我們可以用食指 或是用食指跟中指去幫忙壓著封閉第四格 或者是你如果可以 你的無名指如果可以凹的話 就是可以凹的話 你可以像變成 像我這樣子的按法 用中指來按在第六弦的第四格 然後用無名指負責三弦 二三四弦 然後小拇指負第一弦 OK 這樣子也是OK的 這個和弦叫做 深G-Mind7 深G-Mind7 OK 再來下一個和弦 A-A的九和弦 應該也不陌生 也是我們從第一個禮拜 就開始認識的同學了 A-A的九和弦 然後再來呢 就是A-A的九昂 深F OK 這個也是不陌生的和弦 A-A的九昂 深F OK 再來下一個和弦是深C-Mind7 上禮拜我們有出現過 我們是按這個樣子 OK 這禮拜呢 多一根小拇指 我們幫我壓在第七格 OK 第七格的 第一弦的第七格 OK 第一弦的第七格 這個和弦一樣是叫做深C-Mind7 OK 因為他的 加的這個音 對深C來說都是他的降七的聲音 所以我們都可以叫他做深C-Mind7 OK 再來最後一個和弦 就是一樣 我們也是之前就碰過的 B-A的十一昂深F B-A的十一昂深F OK OK 好的 所以以上這六個和弦就是我們這次副歌 主要會用到的和弦 OK 介紹完這禮拜會用到的和弦 我們現在開始來講一下右手的部分 OK 然後一樣 右手的部分其實我們只要想辦法把我們需要的聲音 π值數八個聲音曬給他就可以了 然後彈法其實可以跟主歌蠻像的 OK 所以我們從第一個和弦開始來 1A的9和弦 OK OK 副歌的地方和弦換的速度比較快 幾乎都是一個和弦就要換 一個四小節就要換和弦 OK我們再試一次喔 D小節 1A的9 再來 換深C-Mind7 OK OK 我都沒有彈到D5弦喔 所以D5弦我是可以這樣按的 我這邊有稍微把它悶掉 雖然我用不到它 OK 所以D5弦是不能彈的喔 OK 所以如果這樣子按的話 D5弦絕對不要彈到 要注意喔 再來 AA的9和弦 AAA的9和弦 好 回來 EA的9和弦 OK 再來 AA的9和弦 升F OK 再來 再來 升C-Mind7 記得小拇指要壓下去喔 然後再來回來 AA的9和弦 然後 B-A的11按升F OK記得這個地方 這個滑音 再一次喔 OK OK 然後再來一樣 回到 EA的9和弦 然後又是 升C-Mind7 然後 EA的9和弦 AA的9和弦 然後 EA的9 OK OK 再來 AA的9和弦 升F 再來 升C-Mind7 這邊其實都跟前面一樣 然後這次副歌 唯一一個比較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下來這個小節 所以其實很簡單 下來這個小節呢 它是一個三連音的動作 我先彈一次喔 OK 我們要在四拍裡面彈出六個聲音 然後其實 你把它想成三連音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好像很複雜 你不知道拍子怎麼算對不對 所以這邊跟大家講 這個地方的歌詞 是這個句 OK OK 大家其實只要跟著唱歌的旋律 把這個拍子的點 一起跟唱歌旋律一起彈出來就好 所以就是 OK 再試一次喔 OK 可以嗎 再試一次喔 OK 所以這個地方是這禮拜比較複雜的地方 就是你要彈出三連音三連音 然後要分散在四拍子裡面 OK 然後後來在最後一個和弦 又是回到一夜的九和弦 OK 所以其實這首歌言格來講 並沒有很複雜的動作 只是它的右手指法可能會稍微琐碎一點點 然後左手和弦可能稍微難按一點點 不過其實 大致上來說還不算太複雜的一首歌 好的 講解完正常的版本之後 一樣我們要照顧一下初學的同學 所以就是一樣 我們上禮拜後來有介紹一個指法給大家 我們就是T123 121 對不對 所以副歌的地方一樣 我們也可以用那個指法 然後套進我們所有的和弦裡面 OK 然後 所以對初學的同學來說 比較複雜的可能就只剩下那個封閉和弦 OK 所以封閉和弦一定要好好練好喔 所以我這邊用那個簡單的指法 T123 121 這個指法 把這禮拜的進度 也彈一次 OK 希望大家可以跟人一起練習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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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刚才弹完了比较简单的版本 就是右手我们很规则的都是弹 TE23121这个版本 然后接下来呢我会再把这次的 这礼拜的进度完整的弹一次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练习 因为下礼拜我们要再介绍的尾奏跟最后的尖奏 尖奏跟尾奏的部分 其实主要也都是涵盖在这几个礼拜的范围 然后除了下礼拜会有一点点 比较小一点勾锤的东西 对 就是一些勾锤的技巧 可能下礼拜会稍微复杂一点点之外 其实下礼拜的东西也还算蛮单纯的 所以希望大家这礼拜一定要好好加紧练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主要的进度 然后其实我第一个礼拜的时候 记得跟大家提醒过 这首歌大家在弹奏的时候 记得右手不要一直靠回旋上 既然让它的声音延续 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就是这种抒情歌 如果说你右手一靠回去的话 声音一断掉 即使你和弦按的都对 你自拍弹的都对 可是听起来的声音就会 就会断断断断断断 就会没那么流畅 OK 所以这点希望大家在弹的时候 多分一只耳朵去听听自己弹出来的声音 这样自己的音色会越来越好听哦 OK 那这礼拜先这个样子 大家下礼拜见 拜拜